同學們,我們今天要上的課是創意課 請問你們有什麼想法呢? 老師,我這裡有納豆 呃,你那邊有... 我有優肉乳、麵包跟餅乾呢 那我的納豆能夠融合你的優肉乳、餅乾跟麵包嗎? 原來好處那麼多 同學,你說納豆好,那你知道它的由來嗎? 當然知道,納豆是由一千多年前日本的生人所發酵而成的製品 而它的好處有... 相當的抗氧化力、抑菌能力、還有豐富的膳食纖維呢 老師,我們做了三種納豆 黃豆納豆、綠豆納豆、紅豆納豆 其中以黃豆納豆最臭 然後紅豆納豆、抗氧化力No.1 而且最不具錯位喔 再來它還有紅寶石瓣的色澤 所以我們現在要評價到優肉乳裡面 增加它原本的色澤 然後搭配著納豆的抑菌能力,我們達到 腸內抑菌、抗氧化跟增加膳食細微的效果呢 那你做了什麼喔? 我才不是省油的燈呢 我也把紅大豆加到了餅乾麵包裡面 而且我的餅乾還多增添了許多的膳食纖維 而且我發現我的麵包放了10天之後 竟然不會發霉 你說這不是很好的天然防腐劑呢? 好,同學們你們今天表現得都非常好 果真是食品加工科之工呢 你們所自製的紅豆納豆呢 有非常好的抗氧化力 而且最不具臭味 它甚至還有紅寶石的色澤 哇,好夢幻啊 添加在油豆納爐裡面呢 它可以有這些好處之外 它的顏色也是非常的美麗的 那運用在餅乾中 它可以補償它本身所缺乏的膳食纖維 而你們用納豆 以取代化學防腐劑 能增加保存行線 實在是非常非常的有創意 現在食品安全問題越來越嚴重 我們必須更注意平常飲食的細節 希望這些產品都可以推廣到世界各地 希望在將來大家都可以吃得更健康哦 寶 작日中 不然會頭好那! 也要技巧 AaC No T